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我們GSUG跟大家介紹一個細攤叫做Pathoodwood 它是在Kent 附近的比較大小小的城市 有Tornbridge和Tornbridge Wells 可能大家都聽過 前面就是火車站 就是40分鐘可以直到倫敦 倫敦 Bridge 你看到前面這個城市是HIGH STREET 其實就不太長 由頭到尾大概都是3分鐘左右 你看到前面呢 右手變了Tesco Express 再前一點有個郵局 還有一幅記 不過這裡有其中一個買點 就不在這間銀行 就是前面的Ratros Ratros 大家都可能聽過Ratros的找區找樓法 就是舊得Ratros的地區很差別 為什麼呢 因為Ratros都做了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資料搜集 才決定在哪裏開鋪 它的Tarket Eastonard 也是比較中上的街上的人 所以只有Ratros的區都不差到哪裏 這個Ratros也挺大間的 也有一個大的地區在那裏 Tumbridge Wells 都是大約15-20分鐘左右 都是遠遠的 那裏有Shopping Mall 有很多很多東西買 為什麼跟大家介紹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呢 因為其實這裏很近 我們走出來都大約15分鐘左右 有一個大的樓盤 叫做Folher Screen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去認識一下這個盤 那這個Development 叫做Folher Screen 那這個的Location 其實是處於Tumbridge 和Tumbridge Wells附近的 那你見到它已經是賣了很多個盤的了 那我們先看看整個的Development 大概是怎樣的 那你見到前面有很多房子 那裏已經是開始建立了 那有些建立好了 那也都是紅點那些就賣了 那綠色那些呢 就是還在發售中的 那你見到白色這邊那些 那全部都是 接下來將會開售 那它整個的Development 就大概400個單位 那其中有大概280個是房子 那它現在就賣了大概80個左右 那你見到呢 那其實全部的房子呢 那都有這些太陽能的電板在那裏 那其實全部的房子呢 都是已經裝了太陽能電板 或者將會是裝了太陽能電板的 那那個所以那個 那個省電都是非常之好 都相當之環保 那所有的房子呢 都亦都是 expect to be EPC是B的 那亦都是以屋來計 可以做到基本上是最高的那個 即是最環保的級別 那這個位置呢 那距離Pardot Wood的Town Center呢 那都是大概3分鐘的車程 或者走路就大概15分鐘左右 那裏面呢 那有火車站啦 那火車站是大概40分鐘左右 去到倫敦的London Bridge 那它的房子呢 那全部都是3房4房5房 那為什麼跟大家介紹這個區呢 那大家都可能聽過Town Bridge Wells 那都是一個校網非常之好的地方 那它也是在那裏附近呢 那我們現在呢 就跟大家看一下外面 那還有看一下示範單位的 好啦 剛剛才跟大家介紹了整個盤大概是什麼情況啦 那我們現在出來看看外面的環境 那這些就是建好的房子了 那前面呢 你見到工地呢 就是建的樓 那大家可能見到呢 遠處那裏有些電纜呢 其實呢 它就有3個的大電纜的 那這3個大電纜呢 它也是將會拆走了 那把電纜放在地上 那會 那會 令到整個環境會好很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這裏有個電纜會影響了景觀 又或者買了之後 那有電纜的關係 令到這個單位難賣了的 這個不用擔心 那這裏的單位呢 其實每一個單位都有 這個 充電車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呢 這裏呢 是有些位是 是被 這裏的居民去用來充電的 那有些的單位呢 譬如有家庭的話呢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充電位 所以大家都可能要留意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看了外面之後 那我們去看看示範單位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到了這個示範單位啦 那這個House Type呢 就叫The Heron 那是4房單位來的 那我們先看看外面先啦 那就是傳統的紅磚牆啦 那前面有個小小的花園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進來 那間屋裡面啦 進來呢 那你見到右邊呢 那客廳呢 那左手邊呢 就可以通到廚房 和旁邊有個辦公室的 那我們先看了這個客廳先啦 As a standard呢 它的客廳呢 都是鋪地毯的 那但是 如果你想要硬地板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 和發展商聊一聊 看看可不可以 在一些 他還沒建好的樓 可以轉做硬地板 這個廳呢 是非常之 你見到 兩邊的窗都很大 整間房都是很光亮的 那它的樓下都是相當之高的 是2.5米 那Barclays的樓 那也是一個好處呢 就是 它樓下是相當之高的 那這個是一個 L shape的 的 的屋形 那你見到 這裡 旁邊呢 是可以 都可以出到去花園的 好了那看了這個廳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去 看看 旁邊一邊 那進去客廳之前呢 我們先 看一看這個 的Office呢 這個Office都幾好 尺寸的 這個Office坦白說 比不少的 就是 雙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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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大 那這裡有個大的窗 那 不用說了 那全部的窗都是雙屋 雙屋 啊 因為那個 雙屋 就放在這個後面 那坦白說 我覺得這間房子 不做Office的話 都可以做一個 Backroom 那你看到前面這個樓梯底呢 現在做了一個 Wine Seller 那其實呢 這個只是一個 idea 因為它呢 它是說 不會包這個門的 但是可以給你看看 這個樓梯底 可以有什麼用途 那這邊呢 你見到是 有個clock room 那它現在 用一些木板去封住了的 那實際上呢 這個單位呢 一般來計 它都不會有這個 設計的 這個 如果你想這樣做的話 要自己這樣做 自己做 那這個位呢 就是 一些電掣啊 Wi-Fi 各樣東西 那實際上的門呢 那全部的門 都是一款的 那在它的對面呢 那就有一個客廁 那客廁的尺寸 我覺得是挺適中的 不是太大 不是太西 唯一可能 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一個 黑廁 因為它沒有窗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進到 這個 Kitchen Diner 那Kitchen Diner 是不是很光亮呢 因為它有一個 就是兩邊窗 你看到 差不多全部的牆 都是 都是 都是窗來的 對 很光亮 那它旁邊呢 也有一個 有一個優勢房子 那這裡呢 是可以放洗衣機 那 那發展商說呢 所有的屋子 都不會提供洗衣機的 對 不會提供洗衣機 那這個四房單位呢 它有兩個的焗爐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站起來的 雪櫃 只是雪櫃而已 那它的 冷凍器呢 就是在 這一邊 那這個 那這個是 擺 酒的啦 那這個 正式的 都是 引導水 那 所有的 櫃桶 那所有櫃呢 那都是 soft closing 那 正印的 那全部的單位呢 也都會提供這個 洗碗碟機 那些 這個瓷盤的尺寸 我覺得是夠用的 又不是說特別很大 但是夠用的 其中一個很喜歡它的東西呢 就是 這裡是可以 對住一個花園 那如果你在煮飯啊 洗碗啊 都可以 看著那些小朋友玩 那可能會問 通常那些的 熱水爐呢 都是放在廚房啊 又或者放在廚房啊 那它的熱水爐放在哪裡呢 其實呢 它就放在廚房那裡 在各角樓仔那裡 那就變成是限制地方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上樓上看一看 坦白說這條樓梯呢 我覺得是夠闊的 不過對於老人家來計 可能就會比較長了一點點 對了 因為它的樓底其實是偏高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看著其中一間房 這間房 嗯 我覺得這個尺寸不算小的 那窗都幾大 那我們居高臨下 可以看一下 旁邊的花園 整個的 建築的環境 那你見到其實 前面 這個單位呢 那它有一個 solar panel 那所以 其實呢 所有的房子呢 都 這個發展 這個發展商的所有的房子呢 都會有 solar panel 好 那所以是 都 都幾環保 那還有 那個EPC也都會 是 非常之好 那這個呢 就是個 master bedroom 那master bedroom呢 你見到一個 雙人床 可以三邊 下床完全沒問題 那 兩個床頭貴 我覺得這個master bedroom 就不是叫做 非常之大 但是是夠用的 那你見到一個L字型的 這個 入場櫃 這邊呢 就是個 on switch的shower room 那個shower room 也是幾闊落的 那它門後面呢 也有一個掛毛巾的地方 那其實一樓的樓底 都是相當之高 都是大約2.5米左右 那看完 剛才這個master bedroom之後呢 那我們看看 這個family bathroom 那 你見到這裡有個bath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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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泡泡 这个厕所是有窗的 也都 你看到上面是有个ventilator 抽风气 这个 浴室 感觉上比刚才那个大 所以都是很阔落下的 不过呢 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他的 浪毛巾的地方一定是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出来之后 真的要 走多两步路才拿到毛巾 我觉得这个是有少少的 我觉得未必 太好的地方 这里有个 电热水缸 刚才也说过 那他的热水呢 就在一个loft那里来的 那你会看到 热水的 管都在上面 好了那我们看完 剩下这两个房子 那这间房 的尺寸是 OK 我放了一张商人床 三边下到床 那这边可以 有一个櫃 这个是 这个是擠的 那如果小朋友用的话 我觉得也够用的 小朋友那有张 单人床呀 那把衣柜放到书桌的 完全没问题 好了那过到这边呢 这边就是 可以说是三桌 我觉得是 偏小一点的一间房 这间商人床呀 三边下到床也没问题 那 这边有个大衣柜 那这个窗子 我觉得都OK的 都不小 是 我可以说是 这个窗子 我可以说是 一般现在的新楼呢 那些窗子呢 那些窗子呢 都不是标签 货 去擠好多东西的 不过呢 他就将个衣柜放在上面 省了一些位置 利用了个 Loft的位置 那今天介绍这个单位呢 都到这里位置啦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片的话 都很欢迎你去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那如果 想在英国 卖楼 租楼 装修 等等的 服务的位置 都可以 欢迎去联络我们啦 那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